我国经济运行 应该说是总体平稳 稳中有劲 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的条件 扩大国内有效需求 加大筑起帮扶力度 推动房地产市场指跌回稳 提振资本市场等五个方面 加力推出了一揽子的增量政策 7000亿的中央预算类投资 已经全部下档 用于两重建设 明年我们要继续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这有利企业生产经营和健康发展的政策 不会停也不会少 目前今年近6万亿的政府投资 绝大部分已经落实到具体项目 规范异地行政执法行为 建立健全异地行政执法的协助制度 防范选择性执法 趋利性执法 我们有条件 有能力 更有信心 实现的年初设定的 今年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的目标任务 重点加快 推动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上城市 放开放宽落库条件 当前全国重要民生商品市场供应充足 运行平稳 保供稳价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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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